好那接下来就是两两比较的部分 那这两两的因为我们有三组 所以C三取二 所以你可以做六 三取二你可以做三组 三组比较 Fragment跟Ejecta Fragment跟Splat 然后Ejecta跟Splat 那它有三组虚无假说的 这个三组假说的写法 都是根据Median 那记得这跟我们做 那个Anova 然后做两两的体检订一样 你都要修正你的Type I Error 这个两两检订的方式 叫做Wilcoxen-Rexam 又叫Man With Me You 刚刚讲过 那这个概念其实跟 Chris Kowalas有点像 假设我们现在只看两组 X跟Y 那X呢有一些数字在这 好像刚刚的Ejecta 里面可能有什么45啊 36这些数字 然后另外一组 叫做Y可能是刚刚的那个Splat 里面可能有一些数字 那当然这两组 它的样本数 一个是M 一个是N 样本数不见得一样 像刚刚的那个Fragment 样本数是4 然后你的那个Ejecta是6 所以它样本数不见得一样 当然刚刚的Ejecta跟那个Splat 一样都是6 这种情况都会有 那我们现在先用这个样本数 不相等的情况来解释 Wilkowski 假设你今天要比的是这特定的XY这两组 它的中位数 然后它的样本数不一样 X的样本数比较小 M Y这一组样本数是比较大的 N 那但是呢 以这一组假说来讲 它的总样本数呢 是大N 是M加N 这不是刚刚的16 这是只取其中两组出来 那这两组还有一个加总的 总样本数 好像4加6是10 所以这里的N是指这个意思 那一样我们经过 跟刚刚很像的步骤 第一个步骤呢 就是你先把这两组的这些 这些观测值先混在一起 变成一个集合 我把XY都混在一起 所以我这边有M加N个观测值 然后排序 从大排到小 然后呢 我再来把这些排序完的结果 把排第一名的那个观测值 把它变成名次1 第二名的变成2 你会发现这些有些交错的 本来在Y这组跟在X这组的 它混在一起排名之后 会有一些交错的现象 很正常 然后你可以一直排到第N个名次 N是M加N 所以会有连续整数 1到大N 或者1到M加N 那一样我们刚刚其实在Cruzkoas看过了 我们可以算所谓名次加总 是如果你这个两组混在一起 它们的总名次呢 是N乘上M加1除以2 可是它们的所谓平均名次 总平均名次是M加1除以2 那所以如果说呢 我们的这个虚无假数是正确的 这两个分组应该有相同的这个中位数的话 那它们的名次应该要非常的这个 就是非常的混合 这样两个的中位数才会是一样的一个名次 就是那个所谓中位数名次会是一样的 就是表示这两组呢 在这个中位数名次 假设中位数名次是6 这两组之内都有一半的个体是比6大比6小 那就是当时混在一起的时候名次是很均匀的 才会有这个现象 好 那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虚无假数是正确 这两组有一样的中位数 理论上这两组X跟Y 应该要有相同的一个所谓平均名次 至少在虚无假数是正确的情况之下 你那个你期望该看到的这个XY 实际上可能有点出入 但是不可能差太多 对不对 如果虚无假数是正确的 所以这个所谓 这两组个别的组平均名次的期望值 应该都要等于总平均名次的期望值 好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这样子写 这样写就比较简洁一点 就是呢 假设我们说这个 你现在有两组 我们说它的这个 名次加总好了 我们说名次加总 我们叫它W 这个是Wilcoxon这个统计学家为了纪念它 我们说如果这两组的名次加总呢 都叫做W 那我们把那个样本数比较小的那一组 我们说它如果是WX的话 那样本数比较小的那一组 它的名次加总是WX OK 这是加总不是平均名次 这个要除上M才是平均名次 这个是Rank sum Rank的加总 这个Rank加总的这个期望值呢 就应该等于呢 总平均的平均名次乘上它自己那个样本数 对不对 我们把因为WX除上M 那个期望值应该等于N加1除以2嘛 我们不是说每一组的这个平均名次都应该等于总平均名次 所以我们如果要倒算每一组应该有的这个名次加总的期望值 就是拿它平均名次的期望值乘上它自己的样本数 所以小M乘上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代表虚无假说是正确情况之下 你这一组该有的平均名次 所以Wilcoxen呢 它是这样子倒推回来的 所谓的Rank sum应该等于多少 好所以我们就叫这个叫做比较小的那一组该有的名次加总 这个WX的概念就是Wilcoxen它设计来当做统计值的 所以它跟Cruise College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呢 它其实不是在算一个那个平方和这个概念 它是单纯用一个因为它本来就是设计给两组比较的 所以它就两组挑那个样本数小的 那当然如果你两组样本数一样 你就可以任意挑一组 因为最后对出来的P值会是一样的 所以你不用担心 可是呢如果两个样本数不一样 它说择一就好 我设计一个统计值 然后它有对应的P值 但我设计的方法是呢 麻烦你使用我这个统计表的朋友 麻烦你挑你那个样本数小的那个 因为我只针对那个算了它的P值 所以你就挑里面样本数小的 或者如果是一样的 你随便挑一组都可以 因为它对到的P值会一样 我们叫它WX 这个WX就是统计值 所以WX如果等于3它会有个对应的P值 如果等于6它会有个对应的P值 至于它等于3还6 这个你可以去算嘛 因为你有n你也有m 你收完资料啦 你当然知道你的样本数啊 所以你可以去算 好 那现在给大家一个比较卡通版的例子 因为当那个m跟n数字大的时候呢 这个WX的几率分布的函数表会变得很复杂 所以我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假设你今天m等于2 n等于3 总样本数只有5 一般这个我们不建议做统计啊 因为样本数太小 因为样本数太小 但是今天只是要 要示范Wil Coxon 它的那个几率是怎么算的 它的P值是怎么算的 好 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 我们可以算说 这两组 我要比这两组的中位数 所以呢 这个 最小的样本数的 是这个m等于2的这一组 所以我要算这一组 该有的rank sum 应该是小m乘上大n加1 除以2 所以2乘上5加1 除以2 这等于6 所以虚无假说是正确的情况之下呢 我应该要得到一个WX 是很接近6的 好 那接下来我再看一下 但是我今天到底会得到6 不一定 我今天可能得到各种数字 我这一次取样高好得到6 可我如果再重复我的实验 可能得到的是7啊 或者是5啊 都不一定 所以呢 这个WX 有可能有非常多的值 我们把它全部算出来 WX有可能有什么值呢 它有可能是C5取2 这么多种可能的WX 怎么说呢 因为总共你的那个n等于5 只是说这5里面 它可能分配是2或3 或者是那个叫什么 或者那个我这样子 我这样子给你看好了 就是你有多少种排列组合呢 因为你今天有那个 你的M是2 所以X这组的有2个 可是Y这组有3个 然后总要本数是5 但是因为你在排名次 我们不是会把它变成名次吗 可是2个X跟3个Y 有多少种可以排名次的方法 好 所以我那个C5取2 是在算这个东西 有10种可以排名次的方法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今天呢 有1 2 3 4 5 n等于5 所以有这5个名次可以排 好 那我可以呢 在每一个名次的时候决定说 我这个名次得到的是X 还是得到的是Y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去抓 那因为这个例子够简单 我可以把10种排在组合 都排给你看 然后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 XXYY XYXYY XYY XYY 所以这个读法就是你今天去做这个实验 同样是5个样本数 第一组2个 第二组3个 你有可能得到的数据 它转换出来的名次是 第一组是排第一第二名 然后第二组是排第三 第四第五名 你也有可能得到一个是 第一组那两个观测值 它们对应的名次是1跟3 然后第二组它对应的是2 4 甚至可能整个反过来 你的第一组的那两个 对应的名次是4跟5 然后第二组的那三个 它转换完的名次是1 2 3 每一个可能性都会有一个W可以算 因为W是rank sum 你就是可以把rank sum加起来 但是当然我今天可以算WX跟WY 可是因为Wilcoxson他设计的时候就说 你挑那个样本数比较小的那一组算 那就是X这一组 所以呢 以这个排列组合来讲 你的rank sum是3 是2加1 那这一组来讲你是1加3 所以是4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10个可能的名次排列组合 会给你3 4 5 6 7 8 9 7 这一种可能的WX 那这边我帮你整理 这是你所有可能的这些 可能的W 3 4 5 6 7 8 9 我或许这边不要写WX 好 没关系 有这些可能3 4 5 6 7 8 9 那只是呢 里面属于比较极端的 特别小或特别大的这一种 它出现的几率是比较不可能的 就是比较小的 那中间像5 6 7 这几个rank sum 它出现的几率相对要高一点 因为呢 像5 它有可能有两种排列组合 都会给它WX等于5的那个结果 所以以这个统计值的几率分布来讲 因为统计值是你的W 不是这些排列组合 是排列组合完之后加总的那个数字 所以以那个W的角度来讲 它有可能有这几种可能性 但是每一个可能性发生的几率不同 所以这样的一个频度分布 或几率分布 就是你针对这一组 M等于2 N等于3 这一组的两两比较 你客制化的一个 找P值的的一个几率表 所以Wilcoxson这种是我们讲 它是一个empirical的 它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几率分布 它不是有人坐在那像高斯一样 用一些函数化漂亮的线 没有 他说你时间要先做 我要知道你样本是多少 你有了样本之后呢 我就帮你算 在这个样本的排列组合之下 所有可能的W 然后我说每一个可能的W 它对应的几率值 这样就有一张专门针对 M等于2 N等于3的一个客制化的 一个几率表可以去查 所以你今天如果资料收回来 M等于2 N等于3 看一下你的数据排序一下算一算 最后你算的Wx是6的话 你就知道在虚无假说是正确的情况之下 得到Wx等于6的几率是0.2 那得到你的Wx是小1等于6的 是0.2加0.2加0.1加0.1 小1等于6嘛 所以是什么0.6 你就可以知道几率多大 那如果说是得到比较极端的 像你今天收完数据之后 你算一算 你比较小的那一组加总起来 才等于3 意思就是说 它的排名其实是都比较前面的 那这个机率就比较小 那小到小于0.05的时候 你就有足够的证据能够推翻虚无假说 所以说其实这个Wx是一个高度 运算上非常累的一件事情 因为它会针对不同样本数的排列组合 它就要再做一张表 再做一张表 当然这些表现在都已经做好 存在电脑里了 所以不需要你去手算 但是当年算的 还没有电脑的情况之下是很繁琐的 那这个例子为什么我说呢 其实也是蛮好的例子 是因为我可以把所有排列组合列给你看 这样子你比较容易了解 Will Coxon他的所谓几率分布 他那个P值是怎么来的 那其次就是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来说明一个概念就是呢 不是添下什么资料都能够跑统计分析 有一些资料呢 天生就就是先天的限制 这个所谓在数学理论上 它就有一个限制 它是没有办法给你答案的 所以比方说这个例子 你看当我的数据这么小 我样本数这么少的时候 不管你得到的是什么样的证据 这十种里的哪一种 只要你的type 1 arrow是设定在0.05 你今天是根本就不可能推翻虚无假说 所以在这个前提下 你跑这个 Will Coxon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并不是你无法推翻虚无假说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你是没有能力推翻 不是你的证据无法推翻 你的证据不够格去跑 Will Coxon 虽然你按R的这个coding 它会跑给你看 但是它那个fail to reject 是没有参考价值的 所以我们这个练习还有第二个功能 就是告诉大家说 在实验设计 在你判断资料的时候 你第一步先要看 这个资料有没有足够的 这个我们所谓统计检定的这个power 就是我们之前讲过type 2 arrow 就是statistical power这个概念 跟你原本资料进来的时候 他针对你要用的这个统计分析 他有没有够格的证据力 如果已经不够格了 像这个例子你可以判断 根本不可能 因为你把Will Coxon的几率分布列出来 你说这样子有人问你 我要来判断一下 有没有推翻跟拒绝虚误假说 然后我type 1 arrow 0.05 你可以直接跟他说不用跑 就是不可能 当然如果他接受 我愿意接受type 1 arrow 0.1 这样子他可以跑 他在愿意提高他犯错的几率的情况之下 他有可能得到一个wx等于3 然后他有可能说 我有证据去拒绝虚误假说 所以这个就是要给大家一个概念 就是将来你在做实验设计的时候 其实他跟你对于后续你打算用的统计检定 的这个方法 你对于这个方法的理解 有互相的关联 当你知道你可能用Will Coxon的时候 你会合过头来 在还没收数据之前 你就说 我不可能收M等于2 M等于2 M等于3 我一定要想办法多弄一些钱 多花一点时间 我看是不是可以M等于4 然后N等于6 我一定要把它提高一点 这样我才有 我才不是在浪费时间 那这边下课前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个 刚刚不是说什么 虚无假说 你看一下 这组虚无假说 他是说X跟Y 他们的中位是什么一样 所以呢 我刚给你这个很夸张的例子 M等于2 N等于3 你想想看 这等于说我在两个M等于2 两个样本 我要算中位数 因为你X那组只有两个 请问两个怎么算中位数 然后N等于3 这个样本 我算中位数还勉强 就是排中间的那一个 因为我123 所以还排得出中位数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 从各种你对于统计 基本概念的理解 包含你对于最基本中位数的理解 你来看像这样的数据 尝试要跑Wilcoxson 然后你再去看Wilcoxson 他简定的一个 他简定的一个虚无假说 你单单用这一点 你就会知道 不可能跑Wilcoxson 不可能有意义的去跑 那或者是呢 你从这个所谓几率的角度去看 从几率跟Table and Error的关系去看 所以这边多花点时间 帮大家更深入的去连结 你在不同时间点学到的一些统计概念 可以帮助你非常有 非常Intelligently 去使用统计检定 好 所以我们回到刚刚那个蝙蝠的例子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挑的是 刚好挑这两组是 那个样本数一样的 就是N跟N 我先简定这两组 那如果样本数一样的话 就可以看你要用哪一组 21或者是57 那一般我们还是用那个加总起来 可能Ringsum比较小的 传统上这个差表比较快 可是因为等一下我们跑R没有差 随便拿一个 它会对到一样的这个几率 对不起 好 所以假设我们今天挑这一组Split 然后它的Ringsum是21 我们就会去对21 在那张客制化的那个几率表上 它的PValue对到的是多少 好 那这个是跑完R的结果 就直接给你看结果 那等一下我们跑R 我们会一起跑 所以总共会有两两 会有三组两两的比较 然后等一下你会看到 那个结果会给你三个PValue 这边我们等一下用一个Pairwise Wilcoxon的这个指定 它会跑完之后 会直接给你这两两比较的结果 刚刚我的这个橘色的例子里 是比5721这一组 那比这一组呢 是相当于这个结果的Eject Tuggan Split 所以它会给你说Wx小于等于21 的几率是0.015 那这个是可以推翻虚物假说的 所以这两组的虚物假说可以被推翻 这两组处理有不同的萌芽率 但是这个0.015大家要注意 因为我们等一下用的这个指令 它已经先帮你校正过Type-1 Arrow 所以0.015它是修正过后的 那我们等一下会看 如果我是用没有修正的 我单独去原始的资料 把Ejector跟Split拿出来 假装没有另外一组 用这两组自己跑一个Wilcoxon 甚至你自己跑一个Cruz-Cowallis都可以 你会发现那个PValue是不一样的 那个PValue是会更小的 所以这两组本来单独看这两组是差很多的 他们的PValue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是0.005这么小 可是其实呢 因为我们今天是做三组比较 所以我们会做像Bafaloni那种修正 我们会把原本你单独这两组的这个PValue 我会把它放大 这样才可以确保我们这三个综合起来下结论的时候 三个里面任何一个结论是错的几率是在0.00 所以我们那时候会乘以3 等一下我们就会比较 为什么你用了不同指令 你用不同方式去跑好像是一样的Wilcoxon 你得到的那个P值怎么差三倍 差三倍就是差在那个Bafaloni的修正 好那等一下我们休息完之后会去跑R 然后在那里除了看刚刚的两两比较的P值的结果 我们也会学画这一张Box plot 一般我们做五母数我们不会用Bar plot 因为Bar plot那个Arrow bar是画Standard Arrow 可是呢因为我们用五母数我们讲的是Medium 我们讲的是这种Rick 讲的是Quantile 所以Box plot比较适合搭配五母数的统计检定 来用图像呈现的一种一种 比较说得过去的一种图像的表现方式 那等一下我们就会学这三作 我们会用Box plot来画它的中位数出现 它的第一第三四分位数跟它的这个 这个两个1.5倍RQR 然后我们也会把原始资料点在上面给大家看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三组 刚刚已经知道这两组之间是统计上显著不同 而且是谁比较高呢 你用这个Box plot就可以明显看到 是Splight这个它的Germination rate是比较高的 所以在今天的这个档案里面 R的档案里面 第17行开始我们就是在跑Wilcoxon Ransom Test 那这边呢我们是用Pairwise 所以这个指令它会同时比较凉凉 所以你有很多组的话没有关系 它一次帮你做完 这里当然写法是比较不一样 这边的话我们需要把那个资料表也要写出来 所以是那个用资料表然后栏位名称这样的方式去指定你的反应变量 然后这边是用逗号 不是用这个 不是用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curly sign 这边是用逗号 那逗号后面是指你的那个解释因子 就是你分组的依据的那个栏位 但是一样要资料表 然后金钱5号栏位名称 所以它的Wilcoxon这个指令的这个条件 要给定的不太一样 同时呢因为你是Pairwise嘛 你比很多组 所以呢这边也提供一个指令是让你选择 你要用哪一种方式来修正你的type 1 arrow 这叫P-Value Adjusted Methods 那我们选我们最熟悉的Baffaroni 这边的Exact等于False呢 是那个 那个叫什么 它是在修正那个你要是排序的时候 不是要排名次嘛 然后有相同名次的时候 那这边我们一般都是选Exact等于False 所以就是可以让它有同名次 不会说两个观测纸强迫它一定要不同名次 因为这样子很多资料 万一没有办法达成那个标准 这个指令就会出现警告讯号会没有办法跑 所以我们一般就说 这个Exact等于False 你就是可以接受同名次 好我们来跑一下 这个就是刚刚我们PPT上看到的这种结果 所以这个结果呈现的方式 它是给你这种已经修正过的P-Value 然后这个是Baffaroni的修正 然后呢你看到这个读法 这个所谓Output 它是一个矩阵的排列 所以它是比Ejector跟Fragment 是这样比 然后两个交集的部分的这个数字 是校正过后的P-Value 所以Fragment跟Ejector 你没有办法推翻 这两组是相同的虚无假说 因为它P-Value很高 当然实际上不是E啦 是0.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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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是因为这边它就是有效数值值到小数点第三位 它就直接禁问就E 但总而言之就是不能推翻虚无假说 那第二个呢是Ejector跟Split 这个我们刚刚特别看 修正过后的P-Value是0.015 小于0.05 所以你可以推翻虚无假说 Split跟Ejector不同 发芽率不同 最后一组呢是Fragment跟Split 那这个修正过后呢 的那个P-Value是0.04 所以它也是可以推翻虚无假说 所以Fragment跟Split也是不一样的 那这边当然就没有办法估计 因为这是Fragment对Fragment 所以这里当然就是没有数字 这是自己跟自己没办法比 那接下来呢 我只是多加一个东西 让你能够看到这个Baffaroni修正的一个效果 所以如果今天我先用这个Tidyverse这个方式 把我原本Bet这个资料 我去萃取 里面在Treatment那个栏位不等于Fragment 所以等于我萃取出Ejector跟Split 这个是不等于的意思 所以我萃取原始资料里其中两组 那个Ejector跟Split 我叫这个资料表呢叫ES 所以你可以看它样本数已经不一样 而样本数比较小 因为它只包含了Ejector跟Split这两组 那个Fragment那组资料就不在了 然后呢我就拿去跑单独跑Wilcoxen 这边就没有Pairwise 我只跑后面这个Wilcoxen 所以Wilcoxen会以为 你原本的这个科学问题 就只有问这两组 你根本就没有第三组的资料 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你看 它这个指令的写法就跟Wilcoxen一样了 因为它不是Pairwise 它不是两两两两点 所以它就单纯说 你整组的实验设计就是要看Germination Rate 有没有跟你这个Treatment 是不是在Treatment之间不同 Treatment就是两组这样子 那当然这边我们的这个Data用的是 这个所谓Subset 就是自己的这个资料 大家就可以看到 如果你单独只是跑这两个 它给你的这个PValue是0.005 接近0.000049 所以这个0.005乘上3 就是你看到的 刚刚看到的那个0.05修正过后的 PValue修正 好 那最后是BoxPlot 所以一样我们整理一下 我们把那个资料先调整一下 再来画BoxPlot 首先就是呢 我希望我在画BoxPlot的时候 那个它出现的这个顺序 从左到右 是先出现Fragment 接下来是Ejecta 接下来是Split 所以我会先用Factor 这个方式 把Treatment这个原始栏位 把它先出现的顺序先规定好 等一下我拿这个Bet 这个资料去画图的时候 它就会按照我Level的指定 来呈现图的从左 是有怎么呈现不同组 就不会依照那个本身这些字的 所谓字母排列 要不然它会Ejecta先 它会是Ejecta Fragment 跟Split 但是我要它是我的这个顺序 那这个Label 是你到时候那个X轴 你想要印什么东西出来 当然我现在还是没有改了 所以可写可不写 你要改的话你就得写 你如果不要它叫Fragment 你要它叫别的东西 你就要写出来 好 那我就做了这个小修正 就可以开始画图了 这边不需要用我们之前做 Anova的那个Predict那种指令 因为你今天是用原始资料去画的那些框台 你并不希望你的Y轴是呈现Rank 对吧 因为Rank就是在这个理解这个科学数据上没有帮助 虽然你的统计值是根据Rank做的 可是你今天呢 在表达这三组之间 到底有没有差异的时候 你希望让人家看到它的Germination Rate 到底有没有差异 这比较直观 所以一般五亩数的统计 它经过抽象化Rank设计的统计值得到结论之后 我们反而会用原始资料去呈现在不同分组之间它的一个差距 好 那这边我们是用之前看过的这个Geome Box Plot去画的 资料是Bet 横轴是Treatment 你的纵轴是Rate Germination Rate 然后我们今天把不同的Treatment会找不同的颜色 然后根据Treatment找不同颜色 这边我就不画Outlier了 所以我OutlierSize等于0 是吧 等于把Outlier等于骗R说不要画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会增加原始的资料 所以这个Geome Jeter 这个是把原始的这个资料用点把它点上去 Jeter跟Point是一样的意思 它会画点上去 那只是说我这边用Jeter的原因是因为我这个点呢 希望它要在左右有一些随机的一些移动 因为不然的话我很怕我的点是重叠了 那这样别人在视觉上看不太出来 这一组到底有几个资料点 所以如果你的资料里有一些像数字很接近 Germination Rate一样的 它就会套叠起来 所以这就不容易在视觉上观测 观测到你每一个资料点原始的数字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左右Jeter 那这个就会用Position Jeter这个方式 那这就是它左右稍微给它一些随机的 把它往左往然后调多少位置的那个量 所以这个数字越大 它会左右会散开的越远 那数字比较小的话它就会比较接近 一般我们会用比较小的数字 我不希望误导别人 我只是要告诉别人说这是两个资料点 好那其他你们都见过了 我们就快速的画一下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Jeter的效果 同一组它会散开的 如果呢 我把Jeter改成零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效果 好就是会排在一起 那这个时候如果它的那个Germination rate 是一样的 它会完全重叠住 如果你需要Jeter的量大 通常你资料量大的时候 你可能会希望它Jeter的量比较大一点 会打散一点 可是这个打散到一定程度 你会发现它的坏处是视觉上 我会开始有点看不太清楚 这两组之间的差别 哪一个资料点是属于哪一组的 所以你还是要适度给一个量 像我刚刚给的0.1 0.2 这种数字 好